中国古代产生过大量的角色美女 她们可是千姿百态 各有所长 有的如杨玉环是丰满型的 有的如赵飞燕是骨感型的 但是无论是什么型的美女 她们似乎都有一个特点 没有子嗣 无论是西施杨玉环还是赵飞燕 大部分的角色美女都没留下后人 那么为何角色美人往往没有后代呢 其实是杨玉环 那时要我来分析 大致和三点有关 一 古代化妆品美颜毒药 化妆品自古以来就是美女的标配之一 现代医学所研发的各类化妆品 无不让人眼花缭乱 但是可千万不要小瞧了古代化妆品 其实与现代化妆品相比 古代化妆品也是不遑多让 甚至更强 古代的美女们为了能够吸引眼球 那对自己下手可不是一般的狠 比如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赵飞燕 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飞燕和赵和德姐妹出身贫寒 据说刚出生的时候被抛弃在外面 三天都没死 后来就把她抱回家抚养长大 赵飞燕长大之后被选为宫女 服侍当时的杨阿公主 结果没想到汉成帝偶尔去杨阿公主府上做客 发现了赵飞燕 汉成帝虽然见过很多美女 却对她一见钟情 赵飞燕后来推荐她妹妹赵和德也进了后宫 姐妹二人都是国色天香 就此赵飞燕开始了专宠的传奇人生 赵飞燕姐妹不仅天生丽质 能歌善舞 还服用一种特殊的药物 吸积丸 关于此物的功效 古来就众说纷纭 有说这是用来勾引男人的 也有说这是美容圣药 但是无论哪种功效 有一点都是非常明确的 汉成帝对此药非常受用 赵飞燕姐妹之所以专宠后宫 和吸积丸的神效有很大关系 但是这药还有一项副作用 长期使用会导致不孕不育 结于意内吸积丸 常侍若为负者 越是一搏 这种药物也是古代许多美女 不能生育的一大原因 因为使用吸积丸 所以她们虽然拥有花容月貌 享受万千宠爱 但是无法怀孕 也因为没有子嗣 赵飞燕最终在后宫的 残酷争斗之中失败 毕竟没有子嗣 就没有当太后的未来 即便受宠于帝王 也是难以维持的 其实古代的高毒性化妆品 远不止吸积满一种 比如著名的千华就是一样 所谓洗尽千华 当时的女子化妆 就和今天一样 已经有了粉底的概念 一般来说 当时的粉底比较低级的 都是米粉 虽然可以美白 但是效果非常一般 高级一点的就是千粉了 众所周知 千可是一种重金属 对人体有很强的伤害 当时千粉用多了的女子 往往就会过敏和烂脸 到了宋明两朝 更加高级的珍珠粉 和玉簪粉出现之后 上层的女子用千粉的 就大为减少了 但是仍旧是当时 青楼女子的主流 千粉和吸积丸 这些高毒性化妆品 毫无疑问都是 女性杀手系列 虽然可以变美 但是就像今天女性 聚掉肋骨一样 都是不可持续的 所以古代的绝色美女 很多也因此伤身 而没有了子嗣 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帝王们的制衡之术 夜夜成欢 固然是很多后宫女子 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对于身体的摧残 也是非常大的 其实 对于西施 为何没能怀上 吴王夫妻的子嗣 有很多人猜测 就是西施的身体 本来就柔弱 在吴国用尽自己的妹数之后 已经无法再生育了 杨玉环作为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大美人 虽然被李隆基格外宠爱 但是也没有子嗣 这里可不是李隆基的问题 李隆基那是非常能生的一个帝王 他的一生居然有三十个儿子 令人瞠目结舌 但是杨玉环却始终没有子女 这里有人猜测 就是杨玉环的身体不好 难以生育 虽然杨玉环能歌善舞 但是由于身材过于丰满 很可能导致身体难以生育 其实这也并非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虽然现在也无法得知确切原因 但是有一件事非常值得注意 帝王们很可能也不喜欢宠妃能生育 在《甄嬛传》中有一个情节 年妃年世兰虽然得宠 但是皇帝为了防止年家做大 所以故意用掺了摄香的欢仪香赏赐给他 不让他怀孕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有子嗣的宠妃容易出现对皇权的威胁 比如武则天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的女皇帝 和他能生有很大关系 武则天的四个儿子是他滥以维持地位根本 如果他没有四个儿子 那么他恐怕就无法控制朝政 毕竟太后才能名正言顺地垂帘听政 皇后只不过是历史的遗迹罢了 万真儿是明献宗的宠妃 虽然为人比较骄横 但是没有子嗣也就无法掌握大权 有子嗣的女人才有未来争夺政治权利的资本 帝王们虽然专宠美女 但是也并不普通 比如汉武帝晚年之所以要杀死勾益夫人 就是害怕母壮子又外妻专权 所以帝王们专宠美女的同时 很可能使用一些手段 防止他们怀上子嗣 来将来控制朝权 其实女人年老色衰一般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如果有了子嗣就不一般 比如汉成帝自己就是一例 她的母亲王正军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超级太后 就是因为她当年有汉成帝作为倚仗 当时王正军在后宫与富士争宠的时候完全处于下风 但是有汉成帝她就是独一无二的太后 结果汉成帝死后没有子嗣 王正军的权势就迅速衰落 直到后来借助王莽等人的力量才再度翻身 其实一般来说 帝王们能够专宠的女人 也都不仅仅只具有美貌这一种能力 比如说杨玉桓不仅样貌出众 而且能歌善舞 西施身名大义 聪慧过人 张丽华 潘玉尔等都不仅滋容绝世 而且才华惊人 所以他们也未必就不知道帝王们的想法 只是不想点破罢了 对于绝大部分帝王来说 女人虽然是必需品 但是毕竟没有江山社稷重要 所以维护天下才是第一要务 这些宠妃他们也是这样对待的 三 古代人的作息十分不规律 古人有时候过于沉迷玩乐 就会黑白颠倒 也会导致很多帝王精力虚脱 甚至暴毙而亡 比如当时明武宗为了能够不被约束 曾经连掌管后宫事情的女官都裁撤 一个月都不进中宫一次 反而和孕妇混在一起 还有明光宗服用红丸 居然导致自己壮严暴毙 所以这些行为也让那些帝王和美女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 难以怀孕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这也告诉我们 一定要作息规律 锻炼身体 绝对不能纵于过度 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 更要好好保养身体